招商津灣斧 它長大約10公里 打橫是3.5公里 總是35公里平方 半個小時 小時生活圈 即是它不會阻止大家的景觀 大灣區買家具 當然要看過實物師 香港有3個V家具展銷廳 由你親自去挑選合適你的家具 訂貨後送貨去中港兩地和安裝都行 有V家具就放心買家具 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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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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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們今天來到馬鞍島 比較少來 很少來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樓盤 我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樓盤 招商進彎虎 馬鞍島都有幾個樓盤 我們今天看兩個樓盤 同時就看了兩個樓盤 看到周邊都如火如荼 建了很多樓盤 其實馬鞍島之前被人搶得很厲害 深圳客和廣州投資客都搶得 基本上香港的客人都搶不到 但現在市場冷卻了 就有機會可以買到 樓市回一回 但就是入市的時機 我們就看看馬鞍島有何值得買 究竟這個這麼貴 最高抄到三萬多 究竟值不值得呢 有沒有筍東西收拾呢 我們來看看 終於見到馬鞍島真身 見到真身 整個馬鞍 其實馬鞍島 是不是整個馬鞍 它未填之前可能像馬鞍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填出來的 它本身都有 不是整個填出來的 本身都有的 但很大的地方是填出來的 因為你見到地 旁邊都很圓滑 你就知道很多是填出來的 經過沉澱過 才會起的 就是這樣 就馬上填 填了很多年 填了很多年 我們的項目就在這裏 在這裏 即玻璃體那裏 其實都是深中通道 落橋位 十分 幾分鐘車程 兩三分鐘車程 1.5公里 1.5公里 其實就兩三分鐘車程 這裏落橋位 其實一屈過來便是 是的 你見到整個馬鞍島 原來和你的澳門 其實差不多大 你最喜歡去澳門 是的 牆壁是10公里左右 打橫是3.5公里 總是35公里平方左右 是的 我們當然最震撼的 就是看這條橋 嘩 它做了隧道給我們看 其實是隧道的 這條就是深中通道 深中通道大家都知道 是起到如火如蠔 其實官方宣布 是2024年中開通的 但通常都是預充時間的 即可能會早些 可能會早些 可能會早些 最遲就是2024年中 便會開通了這條深中通道 真的路通才通 其實這條路是24公里的 這條路24公里 15分鐘便去到對面的保安 其實是很近機場的 深圳的諾橋位是很近深圳機場的 OK 很近保安 保安也是一個比較成熟 比較繁榮的一個居住區 譬如我們很熟悉的前海 其實也是保安的後少少地方 馬鞍島 馬鞍島 我們這個項目就是馬鞍島的北面 整個馬鞍島是分了三個地塊 分了三個地塊 一個地塊就是北部 這個就是中部 這個就是南部 分了三部分 我們主要說一下北部 因為我們的項目在這裏 好 北部你見到有些公園 我很喜歡見到這些地方 有個翠湖公園 中心位就是翠湖公園 延伸開來 我們的項目就在這裏 文化藝術中心 其實就是圍著市政 市政圍著湖 規劃館全部都是圍著這個湖 規劃館在這裏 然後附近就是 其實這個北部是一個生活區 其實整個島的規劃就是一個 北部就住宅 它整個島都是高薪科技的 補充深圳的一個延續 其實它住的地方 坦白說它不是很大的規劃 最主要就是 集中在什麼呢 集中住的地方集中在北部 北部的生活區 和南部的區域 等會先說南部 因為它比較遲一點才開發 開發了北部 開發了北部 畢竟都是落橋位 北部應該會早兩三年 成熟先 我想最快成熟先 這個北部 這個位置 我們就是這個樓盤 其實旁邊附近 有一個萬科 這裡是越海 這裡有一個保鯉 這裡有一個保鯉 還有這個角落位 這裡有一個商業用地 現在是沒拍的 本身小區沒有底箱 可能消費過來也很方便 很近 他跟我們說 剛剛了解過 整個馬鞍島的住宅 都不讓它雙住一體 全部都是沒有底箱 全部都是規劃 正住 只只住宅 那便便 全都把商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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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很近這個商業看 是的 這裏就是講完 我們講一下中部 中部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產業 產業原為主 攝影師這邊可能看到 一些國企或央企進入 有些名牌 譬如懷孕延氣 其實我聽說 它進駐了的企業 都是以國企為主 有華潤 有保理 有中電路橋局 還有康科 這裏都是有科技園 是的 還有講一下 我們那個屋苑 正正對面就是外語學校 國際學校 外語學校 這裏有四十多間學校 整個馬鞍島有四十多間學校 其實這個整個島是一個健康產業 健康產業是很重要的產業 你看到它有醫療機械產業園 另外大家要留意 灣區醫療城 這裏有很多專科醫療 有兩間三甲醫院 是的 有兩間三甲醫院 另外它有一個 還有一個 它說是珠寶鑽石 好似深圳的水背 好像大約在這個位置 我指這邊 這個位置好像是 是的 都已經進駐了 變成整個區域都是一些高薪 醫療 健康產業為主 健康產業為主 那邊前 上少少少做藥那些 這邊做一些醫療器材 就是汽械的產業園 還有中心科技園 再說一下藍區 藍區其實就是第二 這個位置其實都是一個生活區 但這裏的地很多都未拍 這一個就是 剛剛有一個北塔是雅居樂裸的 一個大型的北塔藍塔 他們的雙子塔 都是一個商務 商務為主 南區是比較以商務為主 商務中心為主 另外其實他說這塊地 附近有一塊地 就是這個 新豪 新豪和雅居樂一起合作的 一個文旅項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我猜新豪做的那些什麼 好像度假村類似那種 就是文旅項目 娛樂的度假村 還有這裏有個萬科 拿了一塊 這裏叫未來之門 很帥 還有大家要留意 最緊張的是什麼 中山港會搬過來 客運會搬過來 舊的中山港會搬過來 這裏叫做新的中山港 客運 中山港客運 我們待會交通圖 都會見到 其實它有很多船 四通八達 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實整個規劃 還有一個特別的 馬安島還有一個特別的 因為它是新城區的規劃 你看到它有很多的水道 它開了很多的水景 水道 中間有一條大的水道 另外也有一些小的 中環交錯的水道 我覺得這些挺好 這些樓如果建了 你看下去 都很容易遇到水景 是啊 很舒服 還有它有很多公園 它後面有金山公園 翠湖公園 其實一路到中間 都還有很多公園 還有它 馬安島 沒有藤林框 沿著周邊 都有那些紅樹林的 紅樹林的 那些海濱公園 類似海濱公園的形式 整個生活的水平 就是生活的休閒度 會大大提高 是 我覺得整個城市 整個城市規劃是不錯的 我們看看它的交通規劃 好了 那交通當然 大家就看一些 這條三中通道 全程24公里 剛剛都說 第一個出口就是我們這裏 出了之後 其實呢 1.5公里 就到我們這個項目 項目 它項目 除了這個深中通道 就是一個很大的賣點之外 其實它這個站 都是一個很大的 它正正 其實走幾百米 就是去到這個站 真的很近 那站 那站其實是什麼站 就是18號線 廣州的18號地鐵線 就是現場下來 現場下來 現在就已經開通到這裏了 開通到藍沙的這個位 萬慶沙的這個位 但是它就會再 今年已經動工做延長線的 延長到珠海的拱北 駁回到拱北那邊 駁回到拱北那邊 它就預計是2025年通車的 也很快 很快 很快的 延長到廣州 廣州 三十幾分鐘就到了 踏這個鐵路 三十幾分鐘就到了 向南落 珠海 橫琴 橫琴拱北 其實都是說三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正正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對上半小時 半小時生活圈 對 半小時生活圈 對 更厲害 一小時生活圈 對 半小時生活圈 另外就是因為深中開的時候 其實連中開都會開 中開 變了一條深沉高速深沉 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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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沉河 深沉河 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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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 深河 深河 岔 nombreux 深沉 深河 由ielen Michael 傳到 棨 東京 甚至 行 ほど 火 час 希望當時有些商場可能一兩年之內起 如果你們剛入伙的時候 這麼快又來為住 其實生活配套就真的要愛求 最近真的去回市區 去回市區是這條路 去回東區 去東區的話大概是20分鐘車程 或者去回藍廊都是20分鐘車程左右 藍廊亦有個站 本身已經有這條輕軌 港珠城軌 下珠海也很接近 另外就是上廣州的城軌 另一個出行方法就是碼頭 對 碼頭很厲害 一聲就去到機場 去深圳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也能去到 對 它是去香港的 其實這位置也很方便 去石口 去石口 下車在碼頭那裏 再搭船去香港也行 對 去石口 去石口又近 然後一不就去澳門 去澳門 去澳門 那些都在保安這個位置 都在這個位置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很方便了 對 因為南部碼頭 離開那個項目 其實都是10分鐘左右車程 對 10分鐘車程左右 還有它現在的新碼頭 全部都是用快船 嗯 半個小時 其實這些在說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能去到 可能回香港多一點 45分鐘左右 那非常方便 又有船 坐飛機 你說去國內的飛機 去深圳那邊 對外的飛機 可以到香港那邊坐也行 或者是 對 海陸空也行 可以兼顧到 對 所以基本上 它的交通 將來來說一定沒有問題 大家入伙時 可能要熬一兩年 熬到這個通 一年內通了這個 然後熬多幾年 就通了這個 其實就已經很方便 但你… 其實現在本身那個 這個向北上廣州 南下去澳門 珠海那邊 其實都半個小時左右 就算是東去深圳 通過之後 都是半個小時之內 哇 都… 15分鐘 最近的深圳 那如果你說 現在未熬到這個站 未熬到這個站 之前是怎樣 怎樣下去廣州 其實就是真的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去到南朗 搭回這條輕軌 先熬著 先熬著 就是這樣 好 看看有甚麼 有甚麼貨賣 好 看看整個盤是怎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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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盤本身的情況是怎樣 好 盤也挺大 其實也有20棟 有三千戶 三千一百多戶 我們現在看到 實體的樓 一枝枝出來的就是一期 後面的白白色是二三期 就是二零二三年中就會交樓了 所以我們就說 可能會有一年的時間 要等那條深中通 另外白色的那些 第二三期就會下半年 下半年最遲年底就會交曬了 我們就看到這個樓盤 現在再售的 首先六七八 八就已經賣光了 八就已經賣光了 六七還有少少貨 還有少少貨 但還是沒有甚麼樓層選擇 現在主力是賣九十和十一 這三棟的 九和十和十一 它的織分了兩種開織 一個是一梯四壺 十和十一 或者十一 十二 七 六 這些都是一梯四壺 都是塔樓形式的 另外兩邊的八 九 左邊的五和十三 其實是一梯六壺 一梯六壺 但它都是三十多層 有些是三一 三三 三 四 兩梯六壺 兩梯四壺 總之就是 這樣就有少少分別 我們在看它的十和十一 十和十一 前面 八十九來的 八十九 前面兩個八十九 旁邊兩隻 就是105 105的直廳 對 南北通直廳 但它有個缺點就是 它前面會突出一筆 一筆出來會擋了少少的陽台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陽版間 也是105的直廳 我們稍後會去十棟 十棟的二樓 去看這個 你會看到它是有 我們看這個位置 這邊 它遮蓋了少少的 看看那個景觀陽台 就會被人擋了一點 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就有些缺陷 這個105 當然如果你不用買到105 買89的話 這個位置就很好 這個位置就好 可以看下面的公園 公園很漂亮 一會兒可以看看影片 這個89 就是二加一的兩次 二加一兩次 這個105就是三加一兩次 是 三加一兩次 看看大家的光衰 如果說89也夠用 我覺得89會好一點 景觀也會開揚一點 另外一種就是 積積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大家覺得89太小 要去到105 即過一八方有四房的話 其實它有另一隻橫廳 就在九棟的這一條柱 還有後面還有一條柱 即是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105的橫廳 我覺得我喜歡105的橫廳 空間感就大一點 這個和它這個是無遮擋 即是它的廳一定是無遮擋 就不會被人擲 這兩邊都可以看通了 這兩邊都可以看通了 第九棟的前面東南 向東南向就是79 兩邊都是79 鏡像 向西南那邊 這邊就是89 就看回自己小區的公園位 提提大家 79只有一個廁所 也是2加1 只有一個廁所 89也是2加1 不過有兩個廁所 所以我覺得都是89會穩陣 我自己評分都是89 給多一點105會橫廳更加好 這條腿兩邊都開揚 望的景觀是開揚的 那邊簡直可以看到自己小區內緣 泳池也可能看到 高層一點 這邊105的橫廳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看景的話 開揚景又要上大跡 選九棟的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零幾單位 我覺得九棟是值得推介 它沒有什麼死角 它不是阻礙了很多東西 我看回我們待會的樣板房 它會阻礙了一點點 反而它的105是有點缺陷的 但它中間的89 看回內緣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樓間它本身比較開揚 旁邊斜角位的配套 這塊5、6層左右 就不太拼搏景觀 我們先談談小區的設施 小區的設施 首先它裏面 我們現在身處是營銷中心 這營銷中心 另外這個也是給政府的 這兩個都是政府用途 都是做一些紋身的東西 它叫做1、2、3、4棟 它中間這裏有一棟 第三棟就是公交站 其實小區自帶公交站 其實出行非常方便 因為有時候不想開車 可能去深圳深中路通了之後 有很多車 它就不用開車 很方便 其實這個盤為什麼會說乾衰盤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公交站 適合一些在深圳的打工 即工身階層 另外就是幼稚園 這裡有一個幼稚園 是 自帶幼稚園 其實也是政府的 幼稚園最好 因為小朋友這麼小的上學 到人家帶他們上學都方便一點 大過一些初中 小學 外面 外面 遠一點 另外就有一個泳池 它有一個泳池 另外它有羽毛球場 有網球場 有會所 健身室 這些都有齊了 而且看到它那些小區的設計 圓林設計都會比較好的 它有拍圓林的膠庫 待會都可以拍 還有它有個兒童玩的地方 兒童樂園 都可以拍給大家看看 另外有些未推的貨 就是十二 五和十三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想好景觀的話 其實五和十三是會比較漂亮的 因為它斜斜地出來 其實剛剛說了 這裡有一個商業體 其實商業體可能是一些商場 其實不會在這裡很高 因為它都是一些河邊的商業體 其實如果高層的話 是可以看到水景 即看到河景 那條不知道是河還是河 是水道 水道 是 淡淡水 不知道是淡水 就會見到有水景 這裡就是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都是89方 但可能景觀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等的話 景觀可能會更漂亮 但價錢就一定會反映出來 現在價錢是這些景觀的 現時這一刻的價格 現時價錢是24000至30,000 24000至30,000 例如一些中低樓層 其實也有24000的特價單位 再便宜到23000也要有 23000就可能很低樓層 可能再低樓層一點 對 很低樓層 一些高層單位可以去到30000 它的範圍抹得很大 相差六七千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看單位的價錢 便找回我們的同事 還有它有一個特色 我介紹最後的特色 就是它的下沉式匯鎖 下沉式匯鎖 這個下沉式匯鎖 蓋得挺帥氣的 挺帥氣的 鍋了下去 是的 即是它不會阻礙大家的景觀 若你起得高一點 景觀沒有那麼通透 其實下沉式匯鎖 是更浪費錢 其實它真的考慮到 帥氣一點 還有考慮到用戶的體驗 如果普通的發展商起的話 其實不會浪費錢 是去滑下沉式匯鎖 一定會在上面 還有這裏的車位比較缺 去到1比0.75 做不到1比1 因為它預料到很多深圳人買 它未必是用車來出行 因為現在一個樓派就說 我心中通道開了 深圳的人便用來中山 但其實有些人會說 你心中通道也要收費 難道我每天給幾十元路費嗎 都很金 都很金 如果我駕駛車的話 其實也有一批這樣的人 未必能幫助到深圳 中山很多的 但其實政府也有想過 一些公眾出行的方案 它有很多穿梭巴士 它是用穿梭巴士來形容 24小時 24小時的穿梭巴士 不斷來回深圳通道 所以基本上這個樓盤 其實這個樓盤真的要給一些 江衰 即是深圳上班 深圳上班 又受不了深圳的樓價太貴 其實買的是深圳 還有可能出租 大家以後如果不住 自己來出租 其實一些小單位 都很適合一些 深圳的少家庭來住 我覺得這裡有很容易租出 那好吧 我們先去看看陽板房 好 Let's go